今天的气鬼神仓了天了 白净廷居然开公司了 真是杀粉丝一个措手不及 吓死个人了 不过在白净廷正果的时候开公司 这是要转战幕后的意思 白净廷的乐本影视要开业了 乐本影视成立日期 是在2017年9月 21日是白净廷和苏伟明一起成立的 不过白净廷持股51% 苏伟明持股49% 所以说白净廷是真正的大巴掌 同时也特别相对白净廷说一句 大哥你想在北京三魂内买个房子的愿望有希望了吗 白净廷毕业于北京首都师范大学 是学音乐的 今年也不过才26岁 就有这么大的成就了 作为白净廷的粉丝 个人表示压力好大 还记得白净廷的第一部戏是聪聪那年 在里面她饰演乔然 现在白净廷的微博置顶图还是乔然 大概是想回忆吧 虽然白净廷的第一部戏小编没看 但是后来只要是有她的戏 小编都看了她 当然最喜欢的应该就是下志位置里面的角色了 那个可以舍弃自己喜欢的女孩子 可以不学习就考的很好的学霸 可以为了兄弟两肋插刀的录制 自从看了下志位置 小编就觉得全世界都欠我一个录制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有很多白净廷的粉丝 应该都知道白净廷不怎么玩微博 十天半个月不发一次微博 一个月一次微博似乎都要成为她的习惯 总是有一种女生来月经的感觉 一个月一次 所以没有AAS的粉丝 就格外的珍惜白净廷发微博的时候 虽然白净廷在采访时 总是被称为助孤生 其实不是的 她只要一回头 就会发现有一群死忠粉白哥 在她的身后 支持她 关心她 害怕有任何一点不好的消息会影响到她 但是白哥都是有素质的 喜欢白净廷的这些年 仿佛心里有了依靠 因为她很优秀 所以想让自己也变得很优秀 可是似乎怎样都追赶不上她的脚步 看到白净廷都有公司的 不得不承认的就应该是害怕吧 害怕她越来越忙 没有时间吃饭 不好好照顾自己 害怕她转站幕后 从此看她的机会又少了 害怕她转站幕后之后 连微博都不发了有很多的害怕 没法说 但是只有支持她 今日小感慨 喜欢你那么久 仿佛你一直在走 明明走得不快 可是我却追不上你的脚步 哪怕我已经狂奔到极致 欢迎大家点赞 转发 评论 加关注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